韓國總統已7月8日上午 在上班途中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針對是否加入美國主導的芯片四方聯盟 政府各部門正從國家利益出發 缺密研討 美國近日提議聯合半導體強國 日本、韓國和台灣 建立芯片四方聯盟 構築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 但是韓國因為依賴對中國的貿易 遲遲沒有表態 據韓聯社報導 韓國總統辦公室的一名高官表示 外交部近期已向美國表明 參與芯片四方聯盟預備磋商的意願 對芯片四方聯盟 中共反應敏感 韓國政府表示 正慎重研討有關事宜 否認該機制排斥特定國家的說法 並使用半導體供應鏈合作對話的表述 韓國會議員安德秀表示 加入芯片四方聯盟會減少對中國的出口 韓國經濟也會受到影響 但是從中長遠來看 為了參與新一代半導體供應網 不被排斥在其標準和技術資產之外 加入芯片四方聯盟勢在逼得 另外韓國外交部長官從8日起 對中國青島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 並與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會談 屆時雙方是否會談及芯片聯盟問題 新唐第二臺記者今夜韓國報導